刘培养的英文教室前一表达篇第98集 你看这个梯子不稳 梯子不稳 我们可以讲 The letter is not stable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他的祖父曾经是个奴隶 Her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Her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Her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我不喜欢屠宰场 我讨厌屠宰场 看起来很恶心 很残忍 残酷 I hate slaughterhouses I hate slaughterhouses 抱歉让你失望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 I'm sorry to let you down I'm sorry to let you down I'm sorry to let you down 啊 我喉咙痛啊 喉咙酸啊 喉咙痛 My third is sour My third is sour 有些美国念sour 英国念sour 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My third is sour 你应该尊敬你父母 You should respect you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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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更新家具 最近手头方便 想换一些家具更新 去换新 I want to renew my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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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daughter is sentimental 你可以写完一个完整的句子吗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这十个句子 尽量用简单 可是有的再简单 还是有些字没办法 不是每一个句子都可以用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就写完 也不太可能 有些字就有七个八个 没办法 除非是片语 片语或者是成语 成语跟片语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念一下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Her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Her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I hate slaughterhouses I hate slaughterhouses I'm sorry to let you down I'm sorry to let you down My throat is sour My throat is sore 这两个都可以 You should respect your parents You should respect your parents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I want to renew my furniture I want to renew my furniture My daughter is sentimental My daughter is sentimental My daughter is sentimental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Can you finish a complete sentence? Letter就是梯子 Letter 它发音是大卷舌 蝴蝶音 大卷舌 不要念成不卷舌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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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稍微晚一点 L-A-T-H Later 那就不卷舌 所以这个 英文字它对A发音有三个 一个是大卷舌 一个是中卷舌 一个是不卷舌 这三个很复杂 所以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 全部念成不卷舌 那就英文发音 就差很多 Later T-Z Later Stable 你看这个A就完全不卷舌 Stable Stable 你看 The letter is not stable 你要是念这刚好相反就求了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哇 老外就听不懂 你看我们再念一次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就怪强怪掉 好 如果两个都念成不卷舌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也对一半 所以我们要念正确的 第一个大卷舌 第二个不卷舌 This letter is not stable 所以这个要多练习 所以我有一个单元叫 正确发音片 正确发音 就把一些常用词 正确发音全部都一万打尽 所以那个发音对你会很帮助 去看那个正确发音片 就是这个 正确发音片 都有连结 这个视频下面都有连结 Grandpa就是祖父啊 或者外祖父啊 英文没有分 英文不分 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 也不分 外祖父也不分 舅舅 叔叔 阿姨 姑妈 不分 如果祖母 或外祖母 或者中国人讲 姥姥 Grandma Grandma 那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讲 祖父也可以讲 Granddad Granddad 所以Grandpa也可以 Granddad也可以 或者Grandpapa 或者Grandfather 都一样的意思 Slave是奴隶啊 Once就是成见 所以外国人 讲那个童话故事 讲故事 第一句话常讲 Once upon a time 就曾经 Once upon a time 就一开始讲 以前啊 曾经怎么样 所以这是曾经 Grandpa was a slave once Slave 但是奴隶 他使用这个slavery 加一个ry S-L-A-V-E-R-Y slavery 屠宰场就 slaughterhouses 这叫复合子 因为slaughter是一个字 houses 一个字 这两个合材叫复合子 而复合子有时候就直接连在一起 有时候中间加一个hyphen 加一个短杠 都有 但是加一个短杠 有时候是名词 有时候它会转 变成形容词 slaughter就是 屠杀 屠杀 屠杀的房子不是杀人嘛 不是杀人房嘛 就屠宰场 因为它也是室内嘛 因为如果不是室内在外面下雨怎么办呢 会触电呢 所以那个屠宰场 有时候 哇 那是很科学啊 像那个杀猪啊 屠宰场 当然不是用人工宅 用电宅 全部自动化 那个猪啊 它现在被送上 因为这个屠宰场里外面看不到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输送带 先把这个猪啊 一支一支的 一次垫一支 看到有几个输送带 几个生产线 这输送带 把那个猪啊 就是你像坐那个垫幅梯一样 猪它也没走 就是往前送 然后送到前面一定的位置的时候 突然左右 左右两边 伸出来两个电极片 两个金属片 从左右两边 往它头那边一靠 砰一下 零点几秒 一秒都不用 零点几秒 那个猪啊 前面还在那边 什么回事啊 电一下 不到一秒 零点几秒 砰 马上 死掉了 就是高福特 高压 不是电荤 电死了 就这么快 所以是科技杀人 科技屠宰 这是有效率的不得了 就那么零点几秒 一个生命就没了 砰一下 也没有什么声音啊 两个电片 两边各砰一下 马上就死掉 电死掉了 就死掉了 就杀掉了 不然以前屠夫啊 开肠破肚 太残忍 这个当然电子还是 是比较文明一点 可是还是夺取生命 那没办法 这世界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因为要吃它猪肉 土在场 I'm trying to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叫动词 动词成语 成语跟片语不一样 let you down let me down 就让我失望 让你失望 let down 所以动词成语啊 它的意思组合以后 跟原来意思可能不一样 而且它有可能 本身就有好几个意思 所以有点复杂 my theory is sore sore 就酸痛 喉咙有点酸痛 可能我们台语叫少仙 就声音可能 讲太多了 you should respect your parents respect your尊敬 parents 父母通常加S 因为正常了 父母都在 但如果年纪大 或怎么 或担心家庭 所以你说parent 不加S 你要说 哦 奇怪 是不是担心家庭 这么父母有一个不在 所以如果正常情况 父母都在 一定要加S 这个不能漏 以免对父母不敬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Remind就是提醒 again是再一次 这个again叫什么词性 叫副词 副词 修识 Remind I want to renew my furniture Renew就是更新 Renew 所以这里叫复合字 New是新的嘛 Re就是重新嘛 再换新 Ferniture加句 它叫集合名字 没有S的 单数的形式 复苏观念 Ferniture没有加S 当作一个群体 整体来看 My doubt is sentimental Sentimental就是 情绪化 多头善感 Sentimental 常常就很容易 一下子 有些像忧郁症 它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容易悲伤 Can you finish Complete sentence Finish是 结束 完成 Complete是完整 形容词 Sentence 是那个 句子 但是一字多译 Sentence 也可以是判决 法庭 法院的判决 也就是Sentence 那你如果觉得 我频道不错的话 麻烦你15个 我现在有15个 YouTube频道 不是15个短片 是15个频道 我的短片 现在加上重复的 已经3000多个 量很大 没有人看得完 你就是看那个 你有兴趣的这些频道 这叫频道 每个频道 比如100多篇 你就看我搜图 搜图就是目录 麻烦15个 全部按订阅 这期加顺